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亦包括国家法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等部门的官员 这种规格的团队来到香港 无疑是可以从更加细致和专业的角度 为香港各界解答而画并且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政府总部举行的首场宣讲会上 黄柳权致辞的时候讲到 出台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之后 香港已经实现了由乱而至 现在要由智及兴 香港需要尽快形成聚征会臣、搞建设 一心一意地谋发展的社会共识 这番的讲话点出了 香港已经掃除了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维护市民的福祉 值得留意的是黄柳权提及 在座官员兼负管制好特区、发展好特区的重要职责 又讲到 14本规划不单只包括政策、产业、市场对折 还包括理念的对折和思路的对折 显然是希望香港的官员不单只以香港本位出发 必须要考虑到十四五规划和国家政策的元素 亦都需要有长远的眼光 要配合国家规划的角度制定政策 几日来 宣港团先后到立法会、会展和公开大学等地 对立法会议员、工商界、专业人士和青年进行宣港 获得热烈的反响 宣港团深入解说 令到各界对国家的规划获得正确的认识 更加坚定各界对国家和香港的发展信心 当中提到中央支持香港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的地位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 支持青年在大湾区发展等等 都获得广泛的关注 黄柳权在结束宣港之后表示 几日来的经历 他感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敢于作为 敢于担当的新气象正在形成 各界爱国爱港 心系发展 精能量满满 也感受到香港青年所代表的香港新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统计显示有9万人离开香港 更加有人直以宣称国安法打击港人信心 黄柳权就指出 香港有移民是很正常的 应当认识到有了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发展才回到正轨 而香港的经济增长 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就足以证明市民对香港的信心 相信这番说话也为我们香港社会 打下强心针 今集内容讲到这里 再会